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你好乖 阿怀咧 谢谢 请大家吃 请大家一起吃披萨 这是我的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吃 嗯 轻敲 今天是要回家就是 这个小只的 她发烧 所以今天她妈妈醒假 一天在家要看着她 然后刚好昨天 她打电话给我说 她老公买了一颗菠萝蜜 熟了 叫我过来一起吃 来 来 妹妹来 干杯 对 越南话叫叫YOU 讲话YOU 大声一点 来 YOU 哈哈 阿世怀他也 现在也是嫁来台湾 啊 在台湾工作 然后认识 现在的老公 好像交往几年啊 四年 七年喔 四年 然后他们就 一起回越南 搬结婚 现在就 生了两个小孩 这个小的 啊 还有一个大的 要去上课了 啊 四怀他是北疆人 你介绍一下 北疆有什么 陕地的 我们北疆现在 就是 要收 荔枝 我们家中很多荔枝 真的吗 小时候都很会爬树 哈哈哈哈 那我们一样是野孩子 因为 受荔枝也很辛苦 早上 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了 晚上做到 做到十点 等人去洗澡睡觉 可是 卖了也没有多少钱 很辛苦 现在 现在时间就是 爸爸妈妈现在 就是要在受荔枝 现在那边是在受荔枝啊 那边荔枝很便宜 是啊 他们那边 种荔枝啊 那边现在也是 在采收荔枝 那讲一下会不会很感动 然后又想 父母又哭了 不会想吃荔枝而已 哈哈哈 那你会爬树 是不是 你家 骰栗枝的时候 都是你再爬上去搬栗枝的 对啊 因为我最小了 所以要爬 爬 爬树 有时候会遇到那个 蜂蜜 蜜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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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被他订过 你现在又来很辛苦 对 很辛苦 现在时代越来越改变了 现在小孩过得比较好 在我们那一代过得真的太辛苦了 读书半天回家还要做家事 还要煮饭还要干嘛的 很辛苦 那时候吃饭也没有像 现在的人是比较好的 再杀了一只鸡 就是吃了两天 他分出来 今天是一半 明天留给明天是一半 然后菜就是 把那个田里啊 家里的 油土地的天然 长出来的那些菜 这样是真的 想起来过得真的过辛苦了 现在比较好很多 对啊 以前就我小的时候就半天读书 然后回来还要煮饭 还要帮忙做家事 还要去帮忙种田 就是 是 我也是啊 很辛苦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现在我们吃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表演怎么吃菠萝蜜 让大家看 好香啊 这个声音就是少了 你老公昨天买的 昨天 我昨天下班回来就看到了 是啊 每年都固定在这里买啊 好不好开了 大家看 里面有奶哦 有奶 啊 忘记了 忘记戴手套 要戴手套 按那个奶啊 黏到手的时候啊 怕洗啊 不好洗啊 要这样戴手套 哇 哇 哇 好多奶流出来 下下 很黏 很黏的 那个奶奶就很黏的 这个很多就是 刚拔下来才会很多 这是在树上少的 对 它是自然少的在树上 他老公每一年都固定在这里买 因为他老婆喜欢吃 这个老板种的菠萝蜜 台湾人好像很多人不爱吃菠萝蜜 然后我再切一次 刚才忘记磨到 应该把先 刀子先磨一磨 好 上一上 再磨一下 倒好了 我也很会磨到 感觉不够力 然后我再切一次 然后我把这个中间的这一颗 把它切开 所以我开到现在 再切一次 再切一次 所以我再切一次 都把我给证明了 租治 后再切一次 所以我再加一次 我来 说什么 这样就可以开始把菠萝蜜剥出来 来 试完给你剥 还有用那个小刀 手套 这个菠萝蜜的纸也可以试 用那个白开水煮熟就可以试了 老人家说是菠萝蜜的纸 吃完后我晚上会很会棒屁 跟吃地瓜一样 好多奶哦 菠萝蜜的一颗一颗蛮大的 我把纸放方便 晚上就可以煮来吃 看错下来 妈妈把给你吃好不好 你也很喜欢吃菠萝蜜啊 这样 这样就可以开始吃了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吃 这给你 手呢 蛮甜的呢 你吃看看 你看 去年里有那么大颗酱吗 都很大颗 是哦 真的很甜哦 好吃吗 这个也可以吃 这个也可以吃 不要啦 比较大都可以吃 那你老公喜欢吃吗 我老公很爱吃啊 真的啊 哪个小孩也是 对啊 难怪每一年都要买 跟妈妈一样 爱吃 是不是老板 那个菠萝蜜 寄到的时候 他都会打电话 问你们要不要 对啊 真的来台湾 以前刚来台湾 很少看到菠萝蜜 现在 看得比较多啊 而且去市场买 菠萝蜜都好贵 以前都不敢买 对啊 我上市场买它 都用剩的一块 这个一半哦 他就一百八啊 我买的时候 吓到了 你买这个多少 三百多吧 三百多啊 很大颗耶 这样不会贵啊 对啊 在越南吃都不用钱 因为家里 自己种很多 好像越南 大部分每一个 家庭都有种菠萝蜜 我上次回越南 然后 没有跟我妈妈说 我要回去 我就有跟我哥说 我要回去看他们 不要跟妈妈说 然后妈妈就不知道 然后我家菠萝蜜很多 他要把那个菠萝蜜全部卖掉 然后我哥说 那最大的留给我 留给我 我朋友要来 就不敢说你要回去 对 不敢说我要回去 然后我妈妈说 那要留几颗 然后他留好几个最大的 我回去吃到 哇 那你回去的时候 他看到你 他就吓一跳了 对啊 原来是你要吃菠萝蜜 我妈说奇怪 为什么都没听 他说有朋友要来 这个是菠萝蜜 的肉 这个 好像有人用这个 来煮什么 煮汤 对啊 好像走那个小甜点的那个 可是我有的地方 菠萝蜜很小的时候 他都用下来做凉拌 你那边有人这样做吗 不会 有 有啊 没看过 是哦 我上次有看到哪一须 他都会用 用那个 小小的然后做凉拌 也可以生吃的呢 他直接把它下来很小很小 刚书上一顶小小的 嗯 他就把它下来就直接书 那 以前你在越南你有读书吗 我 我 读到高中 高中完我就 想 去工作赚钱 因为家里没有钱 没有钱 读大学 然后想出来赚钱 然后想出来赚钱 选来台湾 来台湾工作 就认识我老公啊 我们认识了 我在台湾做了六年 然后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四年 然后就回去 办结婚 因为那时候我时间到了 一定要回去 回去办结婚 然后 等了六个月 我有跑去 就是 那时候 回家 家里过了还是很 很辛苦 在等他 等办结婚的时候 我有跑去那个 越南的公司 红海公司 做了几个月 然后再下来台湾 那我就 来这边到现在 对啊 我 以前那个公司 跟那个 小嫂一起做 然后 来这个新的公司 我 那天看到她 我说 那个姐姐在这里 我叫她 她都看不出来 我是谁 那时候我也吓一跳 你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你 就有缘分了 然后慢慢感情会越来越好 很好笑哦 那时候 跟她同一届公司 都没有跟她讲话 那时候我刚来台湾 那时候她刚来台湾 她上笔包 很黑黑的 很黑黑的 现在来台湾 久到边 白白的 漂亮的 时间过很快 对啊 我来台湾十五年 很快 赚了两个宝了 小宝贝 对啊 那你今年过年还要回去吗 嗯 没有吧 没有啊 那明年哦 应该是明年 我预算都是两年回去一次 少不多啊 现在 换阿淮 吃饭肉 简单的 这个是专门 吃菠萝蜜的 看它吃菠萝蜜好快哦 看它吃菠萝蜜好快哦 那你父母在越南种荔枝还有种田吗 有啊 有啊 我们种啊 很多水果啊 可是荔枝是最多啊 对啊 还有什么水果 还有菠萝蜜啊 还有柚子啊 种很多柚子啊 柚子啊 那边 那边冬天的时候会不会很冷啊 跟台湾差不多啊 我们北约跟台湾差不多啊 可是 人家说那个 很冷的地方 水果比较 不会生呢 不会啊 真的啊 嗯 就是 那边在哪里 那个很冷的时候 还会下雪 那里啊 它不好种水果呀 那个羊那些 猪啊 羊牛羊猪啊 冬天的时候 它们就太冷 会死掉耶 嗯 上下的地方 我也没去过 是啊 我家也算是很上下啊 可是还 还是有地方 比较那个 我没去过 应该是在上上的呢 谢谢 我叫这样 你这样 嗯 嗯 阿怀他很认真 他一直剥一直剥 我自己一直剥 一直剥 自己出啊 好 虽然 我们家都有 自己种的菠萝蜜 可是 我们都一直吃 可是吃都不会腻 因为菠萝蜜它少的时候啊 它吃 一个味道很香啊 然后就 吃起来啊 就很 又香又甜 就很顺口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 一般都 很多越南人都喜欢吃菠萝蜜 很多台湾人不喜欢吃菠萝蜜 对啊 我都看到很少人在吃 都玩菠萝蜜了 这要出来一盘 很香哦 我该说 感谢观看